最令他匪夷所思的是 首饰藏得很隐蔽 家里一点被翻动的痕迹都看不出来 我们街道这个新渡江 近代有一个李母 他报案说家里面的首饰被盗了 但是呢 距离的盗窃之间 被盗之间他也不清楚 因为他那个首饰就放在家里面 平时不准用 而且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 民情到达现场后 第一印象确实感觉 这不像普通的盗窃现场 因为现场实在是太整洁了 但通过技术手段 民警还是找到了线索 并且顺藤摸瓜 在一家网吧内将闲人程某抓获 在审讯过程中 程某向民警坦言自己有洁癖 每次作案 一定要把现场收拾干净才离开 他交代 他这个人平时呢 生活上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他就是 看到一些家里面乱啊 他就忍不住去收拾 而且可以说是有点轻微的洁癖 他据他交代 他就是在这个作案的时候呢 作案的时候 他把东西到人家家里面去之后 然后把东西都翻开来 翻开来之后 他把东西偷走了 然后还把其他东西 乌龟原样 还给他放好 所以呢 才导致这个受害人啊 他一直可能过了一两天之后 才发现他这个家里面手指被偷了 盗窃完后 程某硬是在李先生家里搞起了卫生 在打扫完之后啊 程某这才放心离开 问起程某盗窃的原因 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 程某说 这次之所以要盗窃 就是为了考驾照 因为家欧里面那个 就酒瓶嘛